我们来看 143月 156经 前面那一经其实就是 重点在取着跟不取着 在这两个而已 怎么样是取着跟不取着 他就跟你讲 你有多文 有如理思维 那么你会往这边想 你就自然不取着 所以无愚痴无闻 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智慧 你不会想 那不会想你又没有学习 会想的人告诉你要怎么想 那所以你就不会 你不会你就一直取着 那么你有所谓多文圣地址 你不会想好 那你去 你去问那个会想的人 告诉你你要怎么想 那你回去就这么想 就如理思维 思维 我见我爱 那你想这样的 常常想 所以我们说 他 其实佛法的修学重点在思维 当然 第一个是要清净善知识 这四种欲流之马 欲入胜流 那么第一个是清净善知识 那么 一开始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谁是善知识 我们哪里知道佛是善知识 六识外道 96种外道 那么多 每一个人都说他是最好的 每一个人讲说听来都有道理 从不懂的人来一看 听了都有道理 那这个 这个以前 博士尼养我也问过 平博士尼养我也问过 说那么多 那么你也说你殊胜 你也说你解脱 他也说他解脱 他讲的也有道理 你讲的也有道理 就好像事先上超市 那个广告 那这个是最营养 最健康 最便宜 那个也这样讲 那我到底要买哪一个比较好 你也不知道 你也要挑很久 一开始其实你也不知道 像我们去买东西 很多品牌 那价格有些一样 有些不一样 但是 我们总是要挑最我们最有利的 但是一开始你也不知道 一开始你也不知道 那每个广告都打得很小 那所以你只能先从这个理论上去 去分别 去分别 那完了之后用看看 那适不适合 那慢慢慢慢 久了 你就知道 哪一些是吹的 哪一些是真的 渐渐渐渐 其实是这样 那清清善事之后 最重要是要听稳正法 其实要听稳正法 那因为你要了解 他到底是怎么修的 他懂了些什么 他做了些什么 那么 你了解了之后 因为你要跟他学 所以重点是听稳正法 但是这一些 多数的佛弟子都有 多数的佛弟子都有 清清善事听稳正法 那当然现在的善知事 没有办法像佛陀时代那样的 那就好像很多阿罗汉 那更不要说佛陀这种善知事 现在只能从经典上 那经典有时候 又不晓得 这个有时候并不是真的是佛说的 或是一半是佛说的 一半不是 或是八成是佛说的 二成不是 或是全部都不是佛说的 他也是如是我闻是佛在 那哪里 那有时候我们分辨不了 刚开始学佛分辨不了这一些 但是透过你如理思维 那么渐渐渐渐你就能分辨 你就能分辨哪些是哪些不是 就是你专心在这一块 所以你就能够知道 那哪些是哪些不是 所以思维是很重要的 文思修正 那文我们现在 就从经典上也是文 从别人的嘴里也是文 那从那个电视 YouTube从那个录音带里面也是文 那么问题是听了之后 因为你听的有很多 佛陀时代 佛陀时代舍利佛目见里 也从善若仪那边多文 也听啊 还有其他的也听啊 这个你看那个阿安经里面 这个要讲到最后面才有了 这个佛地指向印那边 这个很多在家的 比如国网 品博梭罗网 波斯尼网 那么他也听了很多 那每一个在当时都是善知识 就六四外道也很厉害的 但是他会觉得 他这样讲那样讲 可是他的能力没有办法分别 那到底谁说的是对 谁说的不对 因为他没有修到那里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靠 就是靠你智障 你好好想 有一些道理好好想 所以佛陀在度外道的时候 你看佛陀在很多度外道的时候 那他的观念 他就指出他的错误在哪里 所以基本上这个叫做比量 从推理 从推理 那么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那这样有道理吗 这样有道理吗 那你要常常运用这种想 这种观念 就是我们大部分 我们大部分 就是集体不思维 因为养成习惯了 我就是比如说我念佛 我诵经 持咒 拜颤 很少再思维 很少再思维 反正大家怎么做 我怎么做 该拜的时候不该拜 该哭的时候哭 该跪的时候跪 就这样啊 只有感动 只有感应 没有香叶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他变成那种习惯 就是说 我做好我的事 其他的事 佛陀上 你叫我念的 我已经念了 我一天念几万僧佛号 我送多少斤 那么接下来就看 你要怎么做 我已经念佛了 那接下来就是你的事 你要负责来带我 去极乐世界 就变成这样 这样是不对的 以前我也这样 以前我早上 早上送花眼睛 至少送 一个多小时 一大早起来 我就双盘 双盘我觉得是最殊胜的 我那个时候 已经有受戒了 又打满意 然后坐在一个平台上 然后前面是佛像 非常浅浅地送花眼睛 晚上送花花精 我下班回来就送花花精 中午我就背阿弥陀经 你看 起车的时候 我就背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背到 他习惯性 耳边会有声音 真的 我就这样背 然后到服演的时候 上完课 我下来就念大波勒经 至少一天都要念个 二三十卷 上完课下来 但我总觉得 我这样努力的 佛菩萨就会加持我 没有 不是 但也不是都没有 但是不是他加持你 不是 那他只是形成性静念而已 那你要知道 那不是说你日复一日 如果你天天都这样 我告诉你 你是没有办法跟正法相遇的 而且那个时候有障碍来 我一天拜三千拜 你看 一天拜三千拜要拜很久 那你就这样拜 这样拜 你就觉得我障碍中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忏悔除障碍 从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开始忏 我在家的时候 一天常常 有空我就去拜八十八 我拜八十八佛 那只要有谁 说有什么障碍的 我告诉你 拜八十八佛就会好 然后我就带他去拜 我跟着他一起拜 真的 我会说一天拜四五次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还停留在那个样子 我现在也没办法 还是烦恼 我不会骗你 烦恼来了 也没办法解决 因为烦恼 你想想 烦恼是你自己造的 但是解决要靠佛菩萨帮你解决 垃圾是你丢的 但是你因为送几颗苹果 点指寂香给佛陀 就叫佛陀来帮你收垃圾 哪有这种事 有办法吗 没办法 那所以你要从 因为那是你念心造的 因在你的心里面 你必须从心转变 心转变 业才会转变 业转变 苦才会转变 他就是或业苦 或业苦 那这个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上次 昨天在法华寺里面讲到这个 我们说 基本上是这样 或 业 苦 他就是暴障 业障 烦恼障 他就是这样而已 你不能解脱 或是你一直在受苦的原因 因为 或 最主要的根本或 就是我见我爱 最主要的根本或是 我见我爱 爱取有 这里讲的就是取着 那么 因为有烦恼 就会造业 因为造业 越成熟 基本上越要成熟 就会受报 这个受报 那么受报 不管是 苦跟热 都是苦 不管苦跟热 都是苦 因为苦 因为即使是热 也会有坏苦 其实是这样 你就生到非常非常 跟八万大姐都不受苦 八万大姐完了 还是受苦啊 还是苦 所以 这个是从 就近来讲 它是苦 它有苦苦 坏苦 行苦 苦苦 那 我们欲戒众生 三苦都有 那么 社界众生 有坏苦 行苦 无社界众生 有行苦 那我们是有苦苦 坏苦 行苦 那献是苦 来是苦 轮回苦 来是苦 后是苦 来是苦 轮回苦 那献是苦 那献是苦里面 献是苦里面 又有老病死 老病死 辨证会 爱别离求不得 非常多的苦 所以 所以我们这个身心叫做什么 纯大苦运 纯大苦运 或纯大苦运 俱几 这是阿含经很经典性 常常性的说法 好 那你想想 那么苦 你因为苦 你因为这些苦 那么你又什么 又起烦恼 那么起烦恼 又造业 造业又受苦 所以你就不断的循环 不断的轮回循环 你会轮回 是因为你的业轮回 你业会轮回 是因为你的烦恼轮回 就是反复交相作用 那你就是这样 所以你解决的方式 第一个 要不你不起烦恼 那烦恼主要是我爱 我见 我见一定会有我爱 我见一定会有我爱 我爱一定是因为我见而来 那详细讲的 就是这里讲的 我见我所见 我爱我所爱 那我见 如果依佛法来讲 根本上说 就是有四种我见 一般讲两种 但详细说 父派里面讲到四种 分别我见 聚生我见 撒迦也见 就生见 跟普特切尔我见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是纯大苦运聚集 这五运生 它就是纯大苦运聚集 那么如果依我见来说 我所见是附属于我见的 如果一部派来说 从粗跟细来分 就是分别 分别我见 跟聚生我见 我们叫做分别我直 聚生我直 由分别而直我 直射受想寻世是我 与生俱来的 聚生我直 这个是比较细的 聚生我直 这个是比较粗的 所以正出国的时候 就把这个断掉了 那如果一致他而言 他就是撒迦也见 跟普特切尔我见 撒迦也见就是一样 直这个身心为我 一样 他这个是从分别上 直身心为我 撒迦也见 一般基本上就是 也一样 跟分别我直一样 正出国的时候就断了 要生见 撒迦也见 这个是部派里面分这个我 有这四种 撒迦也见 其实他就是神见 其实他就是神见 那么普特切尔我见 普特切尔我就是树取去 轮回的那个主体 所以这个是从 分别生 出生之后从分别生 这个是与生俱来的 那这个从出跟细来分 这个是从自跟他来分 对自己 生起撒迦也见 跟普特切尔我见 对于别人 没有撒迦也见 只生起普特切尔我见 那这个普特切尔 就是相当于 我们说的灵魂 相当于我们说的灵魂 自己值这个身是我 但是也值我有一个灵魂 那你知道别人也有灵魂 但是你不会觉得 别人的身是我 不会 那就有这四种 那么如果从我爱来讲的话 就我们说过的 基本上就是自体爱跟亲切爱 那自体爱 自体爱就是 现有的五蕴身心 现有的五蕴身心 跟未来还没有当有的 未来的生命 永恒相续 现有的五蕴身心 那么爱恋懒卓 那么这个叫做自我爱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后有爱 后有 以后未来的生命永恒相续 所以这个是自我爱 这个是后有爱 这个是后有爱 然后静见爱 已经有的 已经有的 跟你享有的 现有的 这个是现有的五蕴身心 跟未来的 现在的 现在的五蕴身心 跟未来的生命 现在的 跟未来的 那么产生所谓的 产生所谓的自我爱 跟境界爱 自我爱跟后有爱 后有爱 这个 这个是现有的 现有的 五蕴 跟 享有的 五蕴 那么 现有的五蕴 你产生 这个 喜乐 追贪恋 这个是现有的 身心贪恋 这个是 以后 那么生命 未来的生命 那它后有爱 产生希望 它永恒相续 那这个是对 现有的五蕴 殊胜的境界 产生爱恋 所以我们叫做 喜叹俱血 就欢喜赞叹 懒卓坚注 其实就是 喜叹 喜叹俱血 其实它就是喜爱 这个是对 你没有 但是你想拥有的东西 其实就是境界 这身相会触法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叫做 比比喜乐 现在我们就是把它 先做一个整理 然后大家 反复 反复听 反复想 然后 反复连结 那么久了久了 你就比我还熟了 真的 就是慢慢慢慢这样 每次都要 你每次都要想一次 好 那么这个是根本 那有我见我爱 就生起种种的烦恼 98节 就种种种种烦恼 就烦恼就很多 贪 撑 吃 慢 疑 然后 嫉妒 怨恨 不满 这种种种种烦恼 懒惰 懒怒 懈怠 放育 都是从这个为主 好 那你要解决 你要解决就是 逆生死流 那 比如说 根本是从这里解决 因为这个是重点 要解决这个苦 要灭苦 要灭苦 要超越 超越生死 那么你必须要怎么样 根本从这个解决 或烦恼 那烦恼的根本在 要不从我见 要不从我爱 那你我见我爱 都不行 那么 那么你就要先从 控制烦恼开始 觉察烦恼开始 其实就是这样 你要不你不起烦恼 要不你离我见我爱 那么 一开始没有办法 离我见我爱 所以 要让我见我爱的层次 减弱 不那么执着 你叫你完全不执着 那不太可能 你叫你完全不生气 你也做不到 你叫你完全不懒着 不贪爱 你也做不到 那么你至少 不要那么 懒着 那么重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做 就是从 从这个地方 简单讲 详细讲就是 阿含经里面 它详细讲 要不你不起烦恼 要不起的烦恼 不造恶业 不造业 那个业基本上是 有肉业 那么有肉业里面 有善有恶 有肉业里面 有善有恶 但不管善恶 它都是夹杂烦恼的 它就是有肉 那你可以造无肉业 趋向于无肉的业 还没无肉 但趋向于无肉 所以叫做名相应 那么 你一开始 起烦恼不造恶业 这个烦恼而不造恶业 但是烦恼有贪有产 那么有些贪 看起来是善业 但是还是有杂烦 你说你不思 那你是贪爱 贪爱什么 贪爱名声 看见现在有人 我赶快做一些好事 让人家知道我是好人 然后给我颁奖状 我拿这个奖状再去怎么样 再去赚钱 看起来他要做好事 但是他这个是杂烦 好 那没关系 那重点 你要不起烦恼 那不起 我见我爱的烦恼 那么其他的 那你控制 就是无依无盖 好 那所以你看 那五戒 五戒重点就是 不起出众的烦恼 会造三恶道的烦恼 那是怎样 那再进一步 这个是有肉善业 再进一步趋向于无肉 以有肉身做造无肉业 八管载戒 离无欲 他就这样教 你先进一步 你不造三恶道的恶业 所以佛法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 不剁三恶道 因为我们现在不在三恶道里面 所以不要往下掉 保住你现在的优势 不要往下掉 不剁三恶道 那你不剁三恶道 三恶道是一种果报 你要没有那个业 没那个业 你要没那个烦恼 所以先没有那个业 当个业不成熟 再进一步 离欲界 叫做离欲清静 那你就不会受五欲的影响 你仍在五欲 仍在欲界 而不受五欲的影响 仍在欲界的人道 而不会剁三恶道 然后仍在欲界 但是你往上 你提升 不受五欲的影响 然后最后才能超出三界 他就这个三个层次 那你要不你不起烦恼 要不起的烦恼 不造恶业 然后进一步 不造有肉业 然后多数 我们讲多数 倾向你这样 要不不起烦恼 不起烦恼就都解决了 不起烦恼 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那之前造的业 不会成熟 就是不相应不成熟 要成熟才会受报 那已经在受报的 那没关系 因为你烦恼不相应 身受心不受 他也无妨 就阿罗汉的业已经成熟 他要受苦 他也没无妨 他无妨 这木剑人被打死 他也没有感觉到什么样 那所以 要不你不起烦恼 要不起的烦恼 不造业 那起烦恼不造业 就是你必须要 控制心的力量 所以 你有接 他就比较容易控制 时时告诉自己 我不可以做这个 不可以做那个 我今天八观再接 我过五不死 饿了我还要忍耐一下 我今天八观再接 我不可以骂人 所以我今天不骂你 明天我就不知道了 你会控制 但是至少你会控制 对不对 你慢慢就控制 你常常这样控制 控制习惯了 控制习惯了 你的心就有力量 因为你已经学会控制 是不是 那那只狗要跑掉 你把他抓住 你有力量抓住他 只是你要不要抓而已 你就是要先这样 所以你看 借定会 他就是 借就是控制 控制烦恼 那最后你能够调腹 让他变小 所以 要不 你不起烦恼 要不起的烦恼 不造二业 要不造了二业 那你已经造了 受不了怎么办 我知道不能骂人 但是我就是受不了他 我知道不能生气 但是我就受不了 不要相续 因为业要成为报 业要成为报 要成熟 成熟只要是相续成熟 大部分的业 要相续才会成熟 只有少部分 种业 但是你在这里 不造种业 就不会 少部分 少部分是定业 大部分都是不定业 要相续才会成熟 除非是初种 沙夫沙姆沙 阿罗安这种初种业 他才造几次就会成熟 那么多数的业 都是要相续 所以你已经知道 我已经造了 你就要让他断相续 想办法不要让他持续这样 那你说没办法 境界来就会这样 所以在境界离开的时候 我们早上讲的 境界离开的时候 你就要好好思维一遍 训练自己 让境界再来的时候 物事抵之不来 事无由于代之 我准备好境界来的时候 我受得住这一波冲击 我可以控制自己 所以你要 现在要在境界没来的时候 你要掌养自己的心力 你要掌养自己的 让心有力量 让专注 专注 比如说你念佛 那个时候你可以专注念佛 因为你要圆 心要圆那个 那才会起烦恼 你心不圆那个 你就不会起烦恼 其实是这样的 就好像小孩子很怕打针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会怕 还没打 看到针就开始发抖了 你把眼睛遮起来 不要看就好了吗 或是拿另外一个照片 给他看吗 然后让他吸引他的注意力 这是我们要自己训练 让我们的心放在哪里 要不你不起烦恼 要不你起烦恼不造业 要不造了业之后 不要让他相续 那没办法 过去已经造了 或是已经又造了受苦 怎么办 那你就要训练 受苦的时候要忍耐 不要再起烦恼 就这样 就这样而已 不然你都 那我都没办法 那没办法就是 你轮回受苦也没办法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而已 起烦恼 造业受苦 要不你就不起烦恼 这个是最根本的 那没办法 起烦恼的不要造业 造业不要叫初中的恶业 造了业不要让他相续 那不让他相续 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忏悔 忏悔是先起常规心 让心不相续 忏悔是先起常规心 让心不相续 心不相续之后 心有力量 往善的地方有力量 他往恶的地方 他就有力量来控制 其实是这样的 那心相续就是 你没有忏悔心 没有忏悔心 他就一直觉得 即使打了人 还觉得打得太小力了 那么应该要给他 给他更大的教训 那个就是 你没有认错了 那你就没办法改过 那么你不让他相续 那已经相续成熟 已经要受报了 成熟了 那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重点就是了解道理 那你就受苦 受苦的时候就要忍难 因为你没办法 伸受心不受 如果可以 那就伸受 如果你在这里 因为像阿罗汉 他已经了解了这个道理 过去的也已经造了 他没办法说 那我重来 没办法 所以他要受报 要受报 他就伸受心不受 尽量让自己的 尽量 这个事情是发生的 那么 也还让我受苦 但是我尽量的心 我的心 尽量不往那个烦恼 那边去 所以 受苦的时候 伸受心不受 因为心受就会起烦恼 又起烦恼 起烦恼又结未来的 业跟缘 又造业 累积到一个层次 又造业 造业又受苦 受苦又起烦恼 就这样 没完没了 那你看你要在哪一个段落 跟它结断 那最厉害的就是从这个地方 那你观念上先厘清 观念上厘清 其实就比较有力量 所以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观念引发 引发这个错误的行为 那么产生痛苦的结果 就不正当的观念 不正见的观念 引发错误的行为 也是你们错误的观念 那么 你要不不起烦恼 要不起的烦恼不造业 要不造的业不相续 那么 那没办法 那就受苦的时候 不要再起烦恼 就这样而已 那你说你都做不到 那你没办法 对不起 那谢谢再见 那你继续受苦 所以你来学佛 我们来学佛也是这样 你要下定决心 我要改变轮回的宿命 我要改变受苦的宿命 那么过去不管我做了些什么 过去不管我做了些什么 要受包就受包 要受苦就受苦 但我决定要改变 我不让未来继续这样 当你有这个心 就是愿力大过愿力 基本上就是这样 当你有这个心 要改变的时候 你就能改变 你就能改变 真的 而且但是要看过去的业 你要坚持 要坚持 就是即使在受苦 你也要坚持 一阵子过后 真的就好了 不管是什么业 真的都会改变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你如果一阵子 都没有改变 那看一阵子是多长 有的人太心急 还有就是你方法不对 观念不对 那你一直期待他改变 那不对 因为你的恶因恶远还在 你以为我忍耐就好 不是 不是忍耐就好 那个观念要对 因为你有烦恼 你不是忍耐 忍耐是我忍着不起烦恼的 但是一开始是忍着起烦恼 起烦恼还忍耐 起烦恼还忍耐 但是你不能一直起烦恼的忍耐 那没办法 那个因缘在 我烦恼就有业 一业也是业 那么他就会相续 如果以前的原生 他就会相续 以前的原钱 那可能就会减轻 那其实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156经 那佛在奇远金色 前面是讲取卓 前面是讲爱取 这里是讲细卓 一样 那么取卓跟细卓 基本上是取故生卓 那么这里是细卓 若生则细卓 他前面是取故生 那么这里 前面讲取故生卓 那这里生则细卓 基本上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好 我们看 那不生则不细卓 地听善师 当为奴缩 好 那这个都是佛 主动为比丘说的 我们叫做无问自说 无问自说的太多了 好 那么 云和若生则细卓 他就开始解释 这个就更简单了 他其实就是生则细卓 不生则不细卓 那跟前面其实是一样 好 于此无问凡夫 于色 极灭 未 换 离 又回到 极灭未换离 这五个层次 好 那极灭 极灭 如果想详细 就是苦极灭道 如果简单讲 就是极灭 因为佛法缘起 是从极跟灭开始说的而已 有因有缘事间极 有因有缘事间灭 从极灭开始讲 那未换离 主要是告诉你 修行的刚要 在于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这个是味 要如实之味 那么 然后再如实之患 那这个烦恼的过患 它就是苦 苦 那就是苦跟挤 然后要离 那离就是灭 要离烦恼 要灭烦恼 要灭烦恼才能灭苦 因为苦因是极 所以你要把 像我们讲 获业苦 你要从烦恼灭 你不从烦恼灭 那么 它的苦就不会灭 因为它的业不灭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简单讲 就是极跟灭 那么 详细讲 就是 苦极灭道 那慰患离是 它的次定 就是 有因有缘 世间几 世间是什么 五印身心 世间是什么 就是六道轮违的世间 有情世间 六道轮违的世间 我们现在是人 有这个五印身心 有这个国土世间 色身相会触法 这个国土世间 不离开 色身相会触法 那这个世间产生变异 我们就会苦 就是这样 不如我们的意 我们就苦 那么 如我们的意 它产生变化了 我们也是苦 就这样 苦苦坏苦 那终究而旧 终究它一定会变异 它不可能不变 因为它是因缘而合的 所以你终究是苦 所以才会讲世间是苦 才会这么说 这个世间是指 五印世间 有情世间 国土世间 它都不断在变 因为它是因缘而合的 它是果报生成 国土世间是我们的一报 那么 这个五印身心是我们的正报 这是人的正报 一报 有这个五印 畜生道就不一定是五印 那其他道的众生 不一定有五印 那其实讲这个 好 那它这里说到 那我们说过 只要在这里看到 它只有两种情形 一个就是五印 你就要连结到五印 它不会单止讲色 但是就是一一说 它就是五印 对这个身心 你就要马上连结到 它是对这个身心产生什么 产生 就是说 基本上在告诉你 你这个身心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的苦是由这个身心来的 缘起它就这么讲 你的苦 最终就是苦 苦是由身心来的 那身心是怎么来的 身心是由夜来的 夜报生 那夜怎么来 夜是从烦恼来 那烦恼怎么来 就从六根 对六成 跟成事合合 那么 无明相应 那这样来的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的身心 那么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跟无明相应 然后就起烦恼 那这烦恼就造业 造业 越成熟 又感召另外一个身心 另外一个生死 那生死之中就有苦 那么你因为苦 你又起烦恼 那烦恼 告诉你烦恼怎么来 这个就是苦跟急 那简单讲就是急 所以这个急面 那急前面就是讲无印 这时候想形式的急 这时候想形式的急 那这时候想形式就是无印 无印就是苦 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让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说 于色 其实就是无印身心 那么其实就是苦 世间 急 灭 未 患 离 不如时之 所以重点都在如时之 如时之 如时见 那么 于色 因为你不如时之 所以你就于色爱喜赞叹取着 那我们说过 他通常会用四个 或者是三个 这里是爱喜赞叹取着 那么有时候会讲 爱乐赞叹取着 那么如果四个的话 那么因为他这里 把它用三个 其实如果用四个的话 那就是爱喜赞叹取跟着 那一般我们会用爱喜赞叹 懒择 兼住 那兼住就是择 懒择啦 就不舍 是择 爱喜赞叹懒择 就是取 如果以我们阿含经里面的习惯性的说法 他就是爱喜赞叹懒择 兼住 那爱喜赞叹懒择 就是取 那兼住就是择 其实是这样 那他这里把它取着 放在同一个 但是你可以把它分开 就是爱喜赞叹取跟着 一色是我 我所而取 那直取 取予 那么笔色若变若易 心随便易 那么因为取着的缘故 所以心就随着便利 就是前面讲的 一样 只是说 前面是说 取固身佐 这里是身则细佐 那有一点不一样而已 但是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色受心住固 则生恐怖障碍顾念 你看这里 这里就跟前面不一样 前面是恐怖障碍心乱 那有的是恐怖障碍顾念 有的是恐怖障碍节恋 有的是恐怖障碍顾念节恋 反正就是不一样 翻译的人不一样 他那个时候想的不一样 因为同一个名词 有很多种译法 在基什纠摩罗斯也这样 就同一个经文 同一个名词 他用很不同的译法 那么以身细佐固 就是你心细佐了 那这个细佐 所以说 一般我们讲 无名所乎 爱解所细 从这个爱 从这个爱解所细 那你怎么不爱呢 就是对境界的时候 你要有名相应 你就不爱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处 处受爱取有 从这个处 或是从这个受 一定要从处或受下手 那你没有的话 接下去就是爱 接下去就是爱 在处受的时候 你不跟无名相应 那么你处受的时候 你不会想 不如理思维 不如实之 那么你就会有爱 爱后面就什么 爱就会取 取就会有 他是这样子的 生死之间有老病死 便证会爱别离求不得 便证会爱别离求不得 然后五云赤胜 这总说是五云赤胜 五云无常不苦 烦恼不断在转 烦恼像火在烧 五云赤胜 那么就有所谓的这些苦 重苦聚集 那我们要解决的是苦 我们要解决的是苦 这个就是苦 这个是苦 生死之间 有种种的苦 那么 这里四名色 这个是五云生 色 受想形式 所以他叫你从色开始说 起烦恼 那么五云 起烦恼的 起烦恼心所 心所 烦恼是心所 这是受想形 不当的反应 烦恼就是 在受想形之后 就是有了这个受想形 那受想形是怎么来 从处 处 受 那这名色 那么他本来是五云 但是 跟无名相应的时候 他就是五取云 就处 受 受想形 他运作 那从这里 处 处 跟无名相应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实之的时候 如实之 你就是名相应 道理知道了 你就不会此烦恼 你不如实之 你就无名相应 那这跟这个相应 这跟这个相应 就是无名相应处 就无名相应 所以你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就先要有名相应 那你没有 你已经生起烦恼了 这个时候 你要相应 你这个时候 已经生起烦恼了 受想师里面 已经是无名相应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自止了 要控制烦恼了 所以他这里 开始就有 开始就有 欢喜 赞叹 懒着坚注 欢喜 赞叹 你心里面欢喜 跟欢喜到说出来 哇 这么好 那个欢喜是不一样的 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那种欢喜 又诚挚又加签 然后懒着 就是这里这样的 取 然后坚注 就懒着不舍 基本上是这样 可以说取 取可以说是 懒着坚注 可以说是这样 那对这种爱 那么你要在这里 要在这里 所以他叫你要觉察 就是这样 觉察你的心 有贪之有贪 无贪之无贪 那么有贪之有贪 那么你知道方法 怎么去除烦恼 要有未换礼 有贪之有贪 你知道有烦恼 你不去处理 那也没有用 所以有一本经叫做 慧经 应该是中阿汉的 中阿汉有一本经 叫做慧经 其实就是烦恼经 怎么处理烦恼的经 还有一本叫做 烦恼止息经 应该是 烦恼止息经 那在慧经里面说到 那么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 有烦恼止有烦恼 那么如实之 那么一种是 没烦恼 止没烦恼 那么有一种 有烦恼不止有烦恼 没烦恼不止没烦恼 它是这 我大概讲了 它是讲 有贪 贪来代表烦恼 你们回去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 就慧经 它是这样 所以如实之很重要 它说有两类的人 第一个有烦恼 有贪 他知有贪 那么不知有贪 有贪 但是不知有贪 第二个是无贪 他们知无贪 一个是无贪 不知无贪 无贪 他不知无贪 那么他说 有贪知有贪的人 是殊胜的 是殊胜的 那么有贪 不知有贪的人 就比较下列 就不殊胜的 他就是 比较下列的 下等的 下列的人 那这个是上等人 这个是下等人 那么无贪 不知 无贪知无贪 这个是殊胜的 那么无贪 不知无贪 这个是下列的 下等的 那么有人就问 这两个都有贪 一个殊胜 一个不殊胜 这两个都无贪 照理讲 无贪就是应该殊胜 不对 他无贪 只是暂时无贪 他不知道为什么无贪 他不会去预防 他现在没有灾难 可是他不知道 人家有灾难 是怎么发生的 他不会去预防灾难 有一天灾难会到他家里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你为什么没有病 他健康 他现在健康没有病 可是不代表 他未来会一直健康 但是他健康 知道健康的原因在哪里 他会一直保持 这样的健康的方法 那这样就不一样了 所以 他 有点在问 那世尊 这样不对 这两个都有贪 一个殊胜 一个不殊胜 这两个都无贪 一个殊胜 一个不殊胜 那照理讲 应该是 有贪 就不殊胜 无贪就殊胜 不对 在于 知不知 有没有如实知 在于知不跟不知 知你就殊胜 为什么 知你现在有贪 你会去除 未换离 你知道知其过患 而能远离 那么你无贪 你无贪 你也知道 我现在干净是因为什么 我会尽量保持这么干净 因为你还是知其过患 而不让他生起 现在有烦恼 当我知道烦恼的过患 我会解除掉这个烦恼 就好像我身体脏 那我知道 我怎么样去除掉这个脏 我现在身体是干净的 但是 我怎么样保持这个干净 我现在没有烦恼 但我也知道 烦恼的过患 你还是要知道 烦恼的过患 那所以 我会 我会尽量 不要生起烦恼 我知道烦恼的过患 我现在没有烦恼 但我会尽量 让烦恼不生起 我现在有烦恼 我会尽量去除烦恼 这个有贪 不知有贪 那我现在有烦恼 我有病我不知道 我有烦恼我不知道 我就一直在生烦恼 我现在没烦恼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烦恼的过患 不知道没烦恼的殊胜 你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所以 境界没有来 当然不没有烦恼 境界一来 你就烦恼了 那境界烦恼 你还是不知 所以你也没办法解决 你又没有办法 回到有贪之有贪 没办法 因为你不如实之 所以重点在 如实之 那谁没有烦恼 都有烦恼 只是你知道 不知道而已 凡夫谁没烦恼 出国 恶国 三国 都有烦恼 那你有没有如实之 很重要 所以 你们可以回去猜一下 我只是印象中 就想到 就顺带 跟你们大家说 这样而已 所以 这个 那我们要讲到这个 所以你必须要 无名相应 那无名其实 无名就是不如实之 不如实之 无我 不如实之 夜报 不如实之 获夜苦 不如实之 缘起 你都不如实之 为什么会有苦 为什么会有业 为什么业会相续 为什么业会成熟 为什么成熟了后 会受苦 为什么别人是 这种苦 我是这种苦 为什么别人受一次 就不再受了 为什么我要一直受 你很多道理你不知道 你就会一直受苦 所以如实之 很重要 所以觉察烦恼 很重要 觉察烦恼 才能控制烦恼 控制烦恼 才能调伏烦恼 调伏烦恼 才能断除烦恼 断除烦恼 才能超越烦恼 他不过就讲这个 不过就讲这个理 讲这个原理 所以 这个是 大家都有的 佛陀也有 四名色 佛陀也是 一夜而来的 当然他主要是医院 众生都是这样的 都是有夜的 然后六路也一样 沿着鼻子的身体都一样 但是 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心不一样 明相应跟无明相应不一样 因为不一样 所以亲手就不一样 感受不一样 感想不一样 然后决定就不一样 就从这边来的 所以你要从这里下手 他现在是讲这个 好 所以重点还是要 你常常保持绝躁的心 那你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看法 有一些做法 那么你就要知道 这么想对吗 然后这样做会怎么样 那做了之后 因为有时候不知道 做做看 好像不如我们所预料的 他好像 就好像你吃药一样 加减药方 这个东西吃起来 本来要治病的 结果更痒了 然后你就知道 可能是哪一个地方 你又要 你又要怎么调腹 那你就知道 那个阴不对 那个药方不对 或是那个 那个路是对的 但是 那个方向有一点不对 就方向是对的 但是那个路 有一点点偏的 是这样的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以身细着固 他一样的 就是跟前面的 其实差不多 受受想行 是意不如是 事明身则细着 那身是什么 就是不如时之 于身起什么 身起我见我爱 于色是我 我所而取 那这个新生人 那么他就 他就会 就会随着境界而产生 我我所见 我我所爱 那么有我所 我我所爱 然后就会 就会受苦 那所以他 以身细着固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世明身则细着 亦何不身则不细着 多文圣地址 所以多文底下 一定是什么 如理思维 清静善事 后面是多文 多文圣地址 就佛陀的地址 佛地址 那这个 这个多文之后 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之后 那么你去 你去如实之 如实的观照 那么你观念对了 那么你的行为 就跟着对 那么多文圣地址 设极灭 未患理 我们说过极跟灭 它主要是讲 我们为什么会有苦 我们灭 我们怎么样 才可以不受苦 就讲这两件事而已 那如果把它 把它讲详细一点 就是苦极灭道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就是因嘛 极嘛 因啊 我们因为什么而受苦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那苦就是我们现在 是在苦的状态 五蕴它本身就是苦 生死本身就是苦 轮回本身就是苦 那讲这个 所以苦极 那讲极的话就是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讲灭的时候就是 我们怎么样 才可以不受苦 所以我常常讲佛法就讲了一件事嘛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苦 没有苦 不需要修行 所以佛陀也讲啊 如来出现在世间 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因为世间有老病死 简单讲 世间有苦 没有苦 不需要修行 所以天上没有什么苦 没有明显可见的苦 所以天人大部分不修行的 那无色戒的 那根本很难修行 那就更难修行 无色戒基本上是长寿天 八难 三土八难之一 他没有明显可见的苦 他就在地里面 享受那个喜乐 那色戒还有五不还天 因为他是三国的圣者 之后他还会修行 欲戒也有 但不容易 因为五欲的乐 他执着 如果有不执着的 那么他也会修行 那像俄国的圣者 俄国的圣者 那么出国的圣者 他也不是在天上涅槃的 没有 除了三国的圣者 在色戒天之后就涅槃 俄国的圣者 也都是来人间才涅槃的 所以出国的要七次 最多他可能三次 可能五次 可能一次 他来世间 那俄国他一往来 那不然照理讲 俄国到多帅天 像陆朱优婆语的 爸爸跟淑妇 陆朱优婆语的 爸爸跟淑妇都正俄国 他到多帅天 在那里修行 就解脱了 没有 他还要来人间才解脱 一往来 一往一来 但是如果 如果输胜一点的话 三国就不来了 他就在天上就解脱了 那天上其实是不容易解脱的 因为他没有苦 没有苦他不会离苦 好 我们底下看 我们把这个讲完 所以多文圣弟子 即灭未换离 如实之 如实之故 就不爱惜 赞叹 取着 那么就不会戏着 心戏于我 我所 而取 我我所就是根本 我我所是根本 那 有我见 我所见 我爱 我所爱 就这两个根本 那你要不起这个 直接断五蕴是我 直接断分别我见 然后断巨生我见 那么你断了之后 你就不会 不会再起烦恼 不会取着 那 以不取顾 比色 所以当世间产生变化的时候 身心产生变化的时候 那么 你心就不随着变 就那个心手 没有我见 就不会有我所见 没有我爱 就不会有我所爱 没有我见 我所见 我爱 我所爱 那 就不会有烦恼 不会有烦恼 因为烦恼是从 无名贪爱来的 所以那个处 所以 他一样有处 佛陀一样有处 有根成事 他也知道舍利弗 看见舍利弗 目见人 他也分别的清楚 他怎么会不知道 他眼睛看到舍利弗 他也知道 他意识也分别 这个是舍利弗 这个是目见人 舍利弗目见人 是阿罗汉 是殊胜的 是地址中第一的 他也赞叹舍利弗 赞叹目见人 他也知道 这个阿难还没解脱 他也有处 他们没有 但是他是名相应处 他看到弟子在吵架 他也觉得 这样不可以 来劝弟子 那弟子不听他的话 他想说 这个不能劝 我自己去那边打坐 又飞到森林打坐 那森林打坐的时候 又觉得 新来的弟子 这样看见佛 都不在 可能会退心 他又回来 你看 他也有处 他们没有处 但是他不取烦恼 他离开了只是因为 并不是因为 他烦恼而离开 不是 你都不听我的话 那我起烦恼离开了 不是 他觉得他帮不了他 那么 他一直讲他 也不是办法 那就没办法了 他接受 那么他不会生戏着 那并不是说 佛陀看圈不了 不管你 那你们 你们要受苦 你们去受苦 他并不是起烦恼而走 他不是起烦恼而走 他是没有 没有能力改变他 没有那个缘 所以他就走 他也不带着烦恼走 他不带着烦恼走 他不是忍耐着 好 那 觉得说 我们都会这样 那管你去死 那你的苦又不是我的苦 那个是带烦恼性的 那个是带烦恼性的 但是佛陀其实是不带烦恼性的 那 我能帮你就帮你 我能说明 你听得清楚就听清楚 那听不清楚 我也没办法 我也不会因为这件事起烦恼 那 我们当然没办法一下子都做到这样 但是尽量往这个地方做 几次以后 你就得心应手 真的 就熟能生巧 渐渐你就发现到 原来事情也没怎么 免不会怎么样 也没我想象那样 所以我们习惯把境界渲染 夸大 把自己的感受 加深加强 那就造成 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内活外活 我们底下刚才把这个讲完 所以 因为这样心不随便意 心就不细着色受心注 不色受心注顾 心就不恐怖障碍顾念 以不生不着顾 受想形式亦不如是 这个叫做 不生则不细着 那么就是不生烦恼 那烦恼最重要的就是 基于我见我爱 处在我的利益上 跟我有关 会损害到我 会伤害到我 会侵犯到我的利益的 那么我们就会很在意 那当你想 这个人伤害了我 这个人 这个人辜负了我 这个人 这个人说了我 那么我们一想到 这个我见我爱出来 我们就要保护我 但是如果你接下来想 这个人伤害我 那我是什么 你在想那我是什么 那我哪里被伤害了 那我为什么会被伤害 你往这边想的时候 那个烦恼完全不一样 真的 你那个就不会 你就不会想 越想越气 就不会了 就不会 你就会越想 那我又是什么 那所谓伤害又是什么 那那个我 为什么会受伤害 你往这边想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那个烦恼不会增上 不会一直往上 那不是记忆我见我爱的 你要去探讨它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分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好像牛顿被苹果砸到的时候 他就想为什么会掉下来 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 那要不然就是 因为没有砸到它 它不是砸到它 它掉在地上 如果砸到它的时候 它要不就是生气 骂这个苹果树 要不就是欢喜 拿那个苹果 就想它能不能多掉几颗 那就不一样 但是他在想的时候 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 所有的东西都会掉下来 他去探讨那个因 那个时候它是没有爱症的 一样 你看我们就这样往这边想 就不一样了 那你要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 养成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硕硕思维的习惯 我告诉你 不用很久 真的不用很久 你就会发现到 世间上 生活跟你一样 跟你还没想清楚一样 世间一样是这样变化 事情一样是这样发生 但是你的心不一样了 真的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合展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付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供臣佛道 拜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